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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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啊 上課了 要回教室 這人用快箱不能用跑的 我們跟本門玩到也 玩下去排隊 操場又這麼遠 誰會往時間去啊 對啊 而且翻炮還會被主人罵 我剛剛差點被主人看到了 就叫你們不要用跑的 還好你跑過一點 不然又要去學務處罰站 對啊 所以我最近都不去操場和遊樂區玩了 不然下去也是白走一趟 為什麼遊樂區總是這麼多人 為什麼遊樂區排不差 為什麼遊樂設施不夠玩 我們覺得原因有幾個 第一 學校人數越來越多 但遊樂區沒有增加 是遊樂設施會排隊的主要原因 於是我們訪問了學校的主任 主任說這幾年學校每年都增加一百多人 第二 我們感覺身上中年級號 離遊樂區越來越遠 一 操場也很遠 為了證實這個想法 我們做了湊涼 從三樓到遊樂區大約花一分多鐘 去操場需要花兩分三十五秒 下課只有十分鐘 大家都來不及去操場 只能去遊樂器才玩 第三 遊樂區很少 我們調查鄰近的國小 發現利林國小有分三區以上的遊樂設施 而我們學校卻只有一區 整理這些猜測 我們發現 學校人數增加遊樂區只有一區 操場又比較遠 大家都集中去同一個地方玩 才會覺得遊樂設施不夠用 我們想知道同學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想帶一個方法 做問卷 但我們都是第一次做問卷 不知道該怎麼完成製作 於是我們請教家長 帶人清楚的說明如何製作問卷 一開始我們先設計一些問題 請校長總務主任及班導師給我們指導 我們本來想發給全校問卷 但會使用很多張紙張 校長建議我們可以使用電子問卷 但一二年級的學弟妹不會使用電腦 於是我們製作紙本問卷、電子問卷兩種版本 而且不會花很多時間整理問卷 我們學習整理回收的一百七十份問卷 了解大家也期待有更多的遊樂設施 發現大家熱門選擇的地點都是離教室比較近的地方 最想增加蕩秋千和攀岩牆 我們在讀書會時又欣分享了一本 如果我是校園設計師 於是我們有了很多的方法 比如我們想在學校辦遊樂區設計圖大賽 遊樂區作文比賽和遊樂區設計模型比賽 我們想像校園裡大家都能去不同的地點 玩適合的遊樂設施 該有多棒啊 於是我們決定自己製作模型 為了解決製作模型這個問題 我們邀請郭山蝦老師來指導我們儒恩製作模型 也教導我們儒恩用佔能空間來製作模型 我們參考了幾個特色公園發展出了屬於我們自己的遊樂器材 大家都用了不同的設計來製作出自己心目中最想要的遊樂器材 例如神奇樹屋 可以從三樓六到一樓的溜滑梯 可以放在插場邊的創意木裝 還有飛機造型的溜滑梯 我們做得很開心 後來我們把做完的模型拿到自己班上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設計 同學們也很熱情的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問題 也在人物上寫了他們最喜歡的遊樂器材 我們做了模型之後 非常想要分享給校長、老師還有同學們看 並讓他們說明我們的構想及聽聽他們的意見 老師提供了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 總務主任說我們的構想很好 但考慮經費有限的情況下 因為木張遊樂設施的成本最低 這有可能先實現 我們感到非常的開心 我們還想跟低年級和家長會分享挑戰過程 希望未來學校能有更多的經費 讓我們所做的遊樂設施更能夠意思 如果我們能回到還沒DFC開始前的我們 我們想說些什麼 嗨!希望你可以加入DFC 它可以幫助你學習還有想想力 你好我是未來的你 DFC是美好的地方 它會教你很多知識 嗨!我是未來的你 你走進DFC後 不管爬到多高的山 多深的路 你都可以走到出口 找到正確的路 嗨!我是未來的你 你會加入DFC 你會學會做問卷和上台發表 我是未來的你 你在DFC小隊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只是不要因為困難就放棄 嗨!我是未來的你 接下來你會參與一個叫做DFC的團體 記住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不要三分鐘熱度 你一定要全力應付 謝謝大家 剛剛有露出姨母校的可以舉個手嗎